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自学为王这一节课程 第一课跟大家分享提前学的思路 提前学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不管是基础差还是基础好 这一章呢给大家讲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提前学 以及提前学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以及我们对应的如何去实施提前学 在每一课上面 好吧 第一个提前学的一个必要性 我们从第一个长期和短期记忆 记忆我讲过很多次了 记忆的规则是什么 是重复 给大家写一下 系我们是无限的重复 重复越多次 像你单词我讲过 3500词会重复越多次 你这个3500词背完的次数越多 你当然你的记忆就越牢固 我们学过生物理也知道对不对 短期如何变成长期 就是无限的重复多次重复 所以提前学大家假设一个场景 第一个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学生 你到中路并不会做预习 那么你去学校里面听课 老师讲的那些课 就是你第一次听这些课 第一次听了之后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 那如果你尝试提前学 那你在老师上课之前 你就已经完成了这一课的学习 那是否你就能比大家能够提前的 先学完这一章节 老师的这一节课 是不是当做你的二次复习 那么第二次 是不是就一定会比第一次 理解的更加深刻呢 并且第一次方便能找出更多的问题 来对我们第二次上课 老师的复习进行检验 这是我们希望能见到的 所以重复就重复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对于咱们的记忆模式 尤其是你的每一颗 不管是你的语书外 理化生正实地都好 那么第二个是咱们基础差的 为什么越是基础差 越要提前学 为什么网上说的是 越是基础好 越要提前学呢 基础差 我先跟大家讲 第一个基础差 比如说 咱们很多讲过的一些案例也好 连迈过的案例也好 可能都是我的数学不及格 我的数学考个五六十分 我一问 那我就知道 他数学听不懂课 如果一个学生听不懂课 咱们买这个课的很多人 都是听不懂课的 如果你听不懂课 你还让你的孩子去听课 你觉得这个现实吗 不现实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听不懂课 去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提前去把这一节课的问题 给解决掉 如果你的孩子不做任何的预计 在上这节课的时候 他的问题再暴露出来 那那个时候 他去学校里面 有那么多时间解决吗 没有 所以 咱们现在看到这堂课的 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的 利用你们有限的周末时间 或者说你晚上走路回家 那一段时间来做额外的提升 就是提前去把第二天 或者下一周 老师要讲的内容 给他做一个提前铺垫好 铺垫的方法 我们后续会讲 这一章主要是讲的一个基础概念 架构的东西 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后面的操作步骤 后面会展开 好吧 大家就不用着急 所以我们越是基础差 越需要提前去买下种子 提前去解决问题 方便你的二次复习 你第二次听课 一定会比第一次更轻松 把轻松放在校内 把你的复杂 把你的麻烦 放在校外去解决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基础差 越要提前学 好吧 因为你听两遍 可能才跟别人基础好的学霸 听一遍的效果一样 所以越是笨扬 越要贤肥 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个我就不用多说 越是基础好 越需要去提前学对不对 因为基础好 它就需要比老师 我们一直讲的叫什么 提前一课的思维 所以那时等到大家 比如说我们作为中学来讲 包括说你高中来讲 你在你们全年级排到比较前面了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老师进度相对较慢了 因为老师的进度 永远只针对于 这个学校的中部的学生 所以你如果是头部 或者说你是尾部 都是适合我们去做提前学的 或者说你现在就在中部 但是你想变成一个头部 那么你都是要需要去做一个提前学的技能 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提前学的一个必要性 所以人群都是适用的 只是每个人群有不同的一个做法 待会都给大家讲看 那提前学一个架构 大家讲清楚 提前学第一个 时间重构 时间重构就是我已经跟大家讲的 我跟你讲那么多方法没有用 我跟你讲数学 你是刷选 数学你是刷这个课本 我跟你讲生物化学 你刷选 这都没有用 因为你不会 你没有时间 你白天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你在学校里面一天24个小时 除去睡觉 你的白天从早上7点半上到晚上的11点 你的时间又很多浪费掉 尤其是在你作业开始之前的时间 所以你们需要做一个时间的重构 时间重构 我们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架构 周一到周六 就是咱们讲 周一到周五 每个什么不一样 周一到周五很多上课的时间 周一到周六也很多上课的时间 那周末肯定会有至少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所以重构主要是第一个 做的是周内的重构 以及就周内的每一天 以及我们周末 就是放这个星期天 咱们如何去做好周末的时间规划 会让你有时间休息的 大家不用担心 意向练习的四步法 也是我们提前学架构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所有的学习 我都是教大家如何去快速的 能够走一个方法上面的紧进 提分意志等于什么 大家记住这个公式 提分等于什么 给大家写出来 提分等于方法 乘以时间 这就是一直跟大家讲的 方法乘以时间 这个字写的有点丑 但是没有办法 有些就是iPad写的 方法乘以时间 方法 每个人用的都是我这套 很好很好的理论 那么就剩你们的时间了 你初一初二初三 你高一高二高三 每个的时间到高考 到中考这个节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意向练习的四步 我就能让你学到这个体系之后 你的方法比你的同龄人更好 那么你自然在有效的时间 大家都一个月 你学到就是它的两倍 三倍 甚至是五倍 十倍 所以你才能够实现一个跨越 你是实现一个分数 你的一个排名的一个跨越 所以意向练习的四步 我们主要会讲四个 大家记住啊 提行标准化 知识敏感化 特意练习 加思维定格 那最后就跟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我是怎么样去发现到这个方法的 我以前在提前学方面 是如何取得过一个成就的 能够让我在高三的时候 自己能够想起来 第一个是 从补救到培优 我自己从高一的时候 化学应该叫做补救 我出尔物理这个案例 也是一个补救 我先讲我高一的时候吧 我高一的时候化学 其实学的很差 就是初中学的很差 我高一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 去外面找了一个老师 我们本地小沿城 找了一个老师 化学老师去他家里面 我去他家里面上课 提前把高一的化学 给他做好一个预习 我就简单上了一周的课 然后每天上两个小时 我到了高一 我们进去会有一个入学考试 进去 就是班上第一 进去就是九十多 所以学过和没学过 是不一样的 并且我们的这个 开学考试 是会放在你上学正常 上了一周到两周 相对于一个周考的形式 所以他们听了一遍课 但是我其实在 这节课之前已经听过一遍了 并且解决过题了 并且提不懂的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听课会没有压力 并且我学起来会更加轻松 我作业会比他做的更快 那么我每天就有 更多额外的时间 给到我化学时间的清理 那么化学一进去 满分一百分就是九十多分 但是后来因为自己 不认真学 因为没有提前学态度 后面分数掉下来 到了高三的时候 这是我一次赔优的机会 这个也是 李宗最开始 我跟大家讲过吧 我的总分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六三颗不计格 生物化学选择力错了 十二个 加减速十二个六分一个 七十二分的选择力就错了 因为选择力一共才一百二十六分 我光是选择力就扣了七十多分 所以分数不及格就很正常 那我是怎么去补钱 我也是通过自己的提前学 在我的周末时间 牺牲自己的周末时间 因为我不是个走路生 周末时间去做好下一周 我生物化学听不懂课 我应该怎么办 我生物化学课堂上 包括去做一些 我后续要讲的 课堂上怎么去切分自己的时间 怎么做好自己的预期 怎么做好自己课堂上的自学 包括说作业后面的补救 包括说生物化学选择力 怎么去能够在一个月刷到马上 后面我就跟大家去讲 第三个就是我 讲过很多次 我初二带过的一个物理的案例 对不对 这个案例我是放在我大师的时候 那时候在南京还坐家教 还比较穷的时候 那个时候去带一个物理的 学物理的一个初二的女孩子 在南京 咱们如果看这个 有南京的奥体那边 当时是去给他上课的话 那个一个月上了八次课 一周大概是两次 每次就两个小时 我去就跟他讲 反正关于物理这个学科 包括其他科目 每天有作业 每天有一些额外陪优时间 陪着他先把作业写完 他物理最主要是去的时候30分 我带他一个月上了八次课 到了85分 所以这是我们带出来的案例 我就是通过体现学 我会告诉他 我说你现在第一个 你初中 你没有太多的一个难度 你现在就把课本的东西 我过好 我就是教他 如果你要去考试 你要怎么去体现学 如果你要去 这个 完成一个物理的预期 你只需要在周末时间 按照我体现学的方法 可能花个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我能保证你下一周的课一定能听懂 30分能听懂课 必须要提前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 从一个课前到课后 到作业 再到额外的练习 我们都给他铺好路了 那么30分到85 那就是一个月的事情 后面我就没有继续去带了 所以我们是经过实践去考 包括说我们这个课程 在这几个路之前 我们打都是一次翻新的路 就是这之前已经有几千个人 试验过我们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这个课程对你来讲 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这个方法论 你拿去几千个人采过的路 其中不乏有你的同龄人 你的竞争者 你的同省份的 你同县城的 包括说你一个正常 一个学校的 可能包括是一个班上的 都有可能用到我这道课程 所以大家把这道方法 拿去用就可以了 我能够保证的 对你们来讲是什么呢 我们根据我们的案例 我一直讲很多次 去年带过1500个学生 平均一年提分80分到100分 上个月这个课程 在全网咱们来讲 卖了几千分的考评 也接近100%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这就是我们第一课 给大家带来的提前学 好吧 这一节课就结束